姑姑 你就把你女儿嫁给我吧 我会真心对的好的 爸 叫我给你说话呢 你爸你干啥去 我上厕所 爸 爸 小丽啊 是不是我哪句话没说对呢 你爸怎么不太高兴呢 没事 他就那样 平时也能秀 你万事里去啊 对了 小丽 我给你爸买了一份礼物 你不知道你爸能不能喜欢 哎呀 你别着急 是你买的 超多么喜欢 你等着你哥等着我 你倒杯茶喝啊 你别着急 没事啊 我想想这老爷子脾气这么古怪 我买的东西怎么能相同 对 我得看看 妈呀 这月月不坏的吗 哎呀妈 这不耽误事了吗 不行 我赶紧得打电话 让他会换一份心得过来 喂 中山路玉米店吗 啊 我是刚才在你那买月饼买了一盒这个人 我告诉你 我要投诉你 你我刚才买的月饼是坏的 要你老板接电话 什么 老板不在 把他电话号码告诉我 赶快 啊 好 喂 您好 哪位 你是中山路玉米店的老板吗 对 手啊 我要投诉你 我刚才在你家买了个月饼是高级礼盒 我回去一看 那个月饼是坏的 哎呀好 那个 真对不起啊 用不着我说对不起 对不起就完了吗 赶紧给我换一份心得过来 听见没 不是 我是确定一下 我们从来的店没发生这种事 您确定是坏了吗 不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啊 我能讹你吗 啊 多大个事啊 多有钱的事啊 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月饼你可不可以当我的大事 你知不知道 如果你这么说 我就上网上查你家的弟子 我上你家门口 我天天做个蛋糕 我打你家玻璃 你信不信 那个 您前往别上我家来啊 真对不起啊 你赶快给我个解释 那什么 这月饼 怎么可能坏呢 肯定不是生产方面的事 是不是哥时间长了 不可能啊 解释 解释是不是 解释就是掩饰 小借口是一种最差劲的行为 你知不知道 对不起 对不起 你不跟我对不起啊 你不跟我多说 我可以等你结果 你叫我 怎么事 不可能啊 叔 你还是把你女儿嫁给我吧 嫁啥嫁嫁嫁嫁 小伟啊 你太没有礼貌了啊 咋的了 你说你和小丽触动一下 你跟我打过招呼吗 严重要结婚了 你来看过来了 是不是没拿东西 我倒不看这口吃的 事不什么事 不是叔 那个我用买的 别别别别别解释 别解释 解释就是掩饰 找借口是最参技的行为 感觉说这句话是我说的呢 叔 你别生气 你放心 你等我一会啊 喂您好 我好什么好 我能好吗 我告诉你 我去刚才给你打电话 我投诉那个人 您别生气啊 我能不生气吗 你当我大事的 你知不知道 有你们这么做满卖的吗 我告诉你 你这么做满卖 你挣黑心钱 就你有儿子 你一辈子娶不上媳妇 就你有女儿的话 你一辈子娶不上媳妇去 你烂家 你信不信 你别着急啊 你别着急啊 你着急 我能不着急吗 我在急上网了 我还不着急 你能耽误这大事 我是干啥 我是上我女同家 我出门来了 我告诉你啊 如果你说我这女朋友黄 我是你家 我说你要你有女儿 我拿你给我丁杆 你四个人家 天神 挖了挖了挖了 挖了 你让我打电话去吧 我给你打电话 我让你给你痛骂了一顿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你用买我说对不起 你赶紧的 把月饼我换份新的 你给我送到河边小区 河边小区你知不知道 我知道知道 河边小区有个花瓷子啊 还有个什么加多宝那个牌子 你给我送到那点就行 哎呀好离我这太近了 我马上就过去啊 赶快 您先别料 您先别料啊 快点 哎呀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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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昊 喂 喂 您在吗 我在呀 我到了 你坐火线去的 啊 到了 你玩什么呢 你这么忽悠我呢 啊 不不不不 我真没忽悠你 我真到了 你到哪呢吧 我到这个花瓷的地方了 你有什么表知 右手拿个电话 左手进个月饼盒上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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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